大运河 是一条父亲 他一肩挑起了历史的重任 他一肩挑起了历史的重任 我在2011年的春天 有一次从拱城桥边走过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桥边的建筑好美 旁边还有一棵大大的梧桐树 那我当时就在想 我如果可以在这里 停下脚步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心灵 休息的空间 那没想到呢 就这个房子 它正好是空着的 那我当时就很愉快地 做了这样的一个咖啡馆 推开窗 就能看到300多岁的贡神桥 是世人术语的诗意生活 这座桥是航城古桥中 最高最长的施工桥 也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终点标志 一座桥 它就像语言 它就是沟通 从此岸到彼岸 公元前486年 吴王夫差开寒沟 从此 这脉活水在中国大地上流淌 京杭大运河纵观南北 连通五大水系 它流经的地方 一个个繁华富庶的城镇 应运而生 2500亿年后的今天 从落笔处起笔 输与希望寻找新的灵感 开启运河的溯源之旅 我跑船看过很多桥 最喜欢的话还是拱城桥 52岁的许师傅 在运河里跑了32年的船 祖辈三代都是跑船人 船是他在运河上流动的家 从我爷爷开始就一直跑那种小船 后来一直延续到我爸爸了 慢慢地就开始用那种水泥的船 与祖辈不同 许师傅这一代 已经用上了2000吨级的集装箱船 以前的话我就像我们这个河道 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 现在那时候船刚开始的时候 船都很小的 那时候只有几十吨 现在的话已经是2000吨级了 航道也升级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 监控就是摄像头 这个是升高屏 航行当中来船可以相互沟通的 那个是主舵 这个是硬局舵 这个就是摆斗 可以参考 我们前面弯道椅上面 来了什么船 什么船号 科技的加持 让行驶更安全 居住条件的改善 让生活更便捷 我们冰箱储备满的 你看 我们宿洞里面满的 都是被子的 再跑个一个行李 吃也吃不掉 没问题的 这都是储备很丰富的 以前什么都没有 现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好船人 以船为家 大运河对于许师傅 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大运河的意思就是我的义师父母 我就靠他然后才有我今天幸福的日子 运河 运河安兰带来百叶兴旺 这条运河 从诞生之日起 就承担着重要的草运功能 时至今日 大运河仍然发挥着交通运输作用 千年水稻 活力满满 比城市更悠久的是河流 比河流更永恒的是雨连 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心脏 大运河则是他跳动的脉搏 据山水柔化 藏风饶于心 守在运河边 书语以他为题 创作了数百篇诗作 河为经 乔为尾 经纬交织出的数字运河 正在驾沟师薛天孝的笔下 流淌出诗意 我觉得可以将这样伟大的工程 通过数字技术的方式 呈现在游戏中 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为了让运河之美 在数字世界里无限延绵 薛天孝走遍了运河两岸 他感受到了先人顺应自然 改造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 拱城桥畔 这些智慧都被记录在 运河的数字世界里 真的有玩家 他从外地 亲自去到金航大运河拍照 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 是非常感动的 我就希望可以通过数字技术 能够把这种人文相关的东西 流传得更久远一点 千年运河仍是时代IP 数字赋能 运河重申 移动互联 云计算 大数据等深度融合 让大运河的基因被重塑 缓发新的魅力 今年9月 亚运会将在杭州开幕 书语希望以诗为梅 为亚运会的宣传做点贡献 贺希格 蒙古族 马头琴演奏家 这次被书语邀请来 参与亚运会马术场馆的音乐创作 今年我们可以来寻找一下 这个大运河的源头 所以把你邀请过来 做这个曲 这是这个想法 我以前在那个 从路诗歌街的时候 已经有初步的打算了 是吧 那我就想到怎么样 把诗 把音乐 把那种游牧民族的 那种豪迈 那种马的激情 和江南的这种水运的文化 给它结合到一起 诗勤舞 把北方的豪迈 南方的温暖融合在一起 直抵人性 人们开造运河 运河重塑天地 天地回馈众生 流水的波光 指引着一代又一代人 走向远方 大运河 大运河对我来说 它是我们丝绸的新生 这是我外婆 她是那个年代 心灵手巧的绣娘 她用刺绣 创造了美好生活 丝绸 怎么让就是这个 更明显的消费者 类型 这是我妈妈 她四岁就开始学习丝绣 她把苏绣 和丝绸结合在一起 做出了漂亮的衣服 她是百分之百相传四 但是她是一样 这是我夫人 她让古老的丝绸 年轻起来 你刚才讲 那植物人的那个idea 我还挺喜欢的 我就喜欢 就是一件衣服 可以多穿 比较年轻的 当代处理的 这次再突破点想法好了 我叫徐挺 我的梦想 是把他们的梦想 都串起来 让丝绸 像大运河一样 连通历史与未来 小船换大船 最后一直到京城 其实这个水域 本身 它既是一条 我们丝绸的物流线 同时也是我们 大量元素的来源 水域 一直是徐挺的灵感来源 八五后的徐挺 从小生活在大运河边 耳濡目染在 绫罗绸缎的氛围中 徐挺对运河与丝绸 情有独钟 大运河把丝绸 带出了苏州 同时也滋养了我 这幅刺绣版的 孤苏繁华图 是由包括 徐挺妈妈 七修兰在内的 二十多位刺绣艺人 画为六年时间 精心绣制的 一比一还原了 清代宫廷画家 徐扬的画作 彼时的锦帆利盈 彩绸飘动 仿佛重现眼前 这幅画作上 有将近四千九百多个人物 但有意思的一件事是 当我们看到 这幅画作的背面 我们发现人和人之间 都有一根四线连接在一起 这也许就是寓意着 大运河给我们带来的 源源不断和深深不息 有形的丝 穿越了无形的时空 漫长的岁月里 大运河将承载 美好的绣品运往远方 船之柔缩 织救了苏州 这座锦绣城池 如今 新一代传承人 在水影丝光中 开启了多元的探索之龙 我的外婆的传承 应该说是1.0版本 我的妈妈 她把苏绣和丝绸结合在一起 应该算是2.0版本 和我夫人两个人 想要让丝绸粘心起来 这件事应该算是3.0版本 徐挺和爱人 都从海外留学归来 时尚的理念 与古老的丝绸 碰撞出了创新的火化 我从远方回来 希望给我们的丝绸行业 带来新的智慧 智慧丝绸 从一件旗袍开始 要选旗袍吗 对 我想做一件旗袍 这款是我们公司今年的新款 从顾客走进店铺的这一刻开始 二维的图纸开启了深维的旅程 打造一套智慧旗袍系统 能更高效 更快速地满足 大家对旗袍的所有想象 流程智能化 旗袍也有了互联网家的气质 一拖一支套系统 将曾经比较漫长的一个 对定制周期浓缩到了 一周左右就能拿到自己心仪的旗袍 这款这个方机的话 给大家做的还是蛮大的 展现出了我们这种江南 因为我们这样子一个 大运河的一个元素 水 不仅是灵动支援 也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长江 自西向东流经江苏八个城市 大运河自南向北 贯穿江苏八个城市 两大中华文化标识再次交汇 发达的水运体系 给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和活力 感谢大运河能保护下来我们的江南文化 借着这个大运河保护下来的这个景 继续再一次发展动能和活力 这个是我们的意义所要 我们可以柔可以美也可以古今对账 整个一个动线是贯穿在我们 原河堂古桥和项目之间的 在沪尘河畔未来想要打造一个江南制造府 希望它是成为一个沉浸式的江南生活体验空间 一幅新时代的孤苏繁华图 正在运河两岸徐徐展开 大运河像一根丝线 从古至今孕育了富庶江南 流淌出丝情画意 也创造着气象万千 在运河边上我们做一个江南制造府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承 只要你敢去想敢去做能够生根 你就一定能让传统产业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青春力 用我的知识创造出属于我这一代人的火花 大运河是我们的给买也是希望 大运河 从江南一路北上 进入微珊瑚的怀抱 孕育出了这片远离尘宵的水上人间 水街 这里的村民以船为家 截船而去 我是一位瑜伽姑娘 从小生活在运河边上 张先生 欢迎书宝 大好 你走了 还得赶钱呢 都往上去了 以前都是划船走 因为现在不是条件好了吗 上面给弄了灯路 那还是一些要划出来 对 有一些 就是那边远的地方的嘛 两边远的地方的 因为四面环水 水街的清晨没有车水马龙 只有来回穿梭的快艇 载着上学的孩子们来到学校 这是水上人家独有的上学方式 这是两年前弄的 然后我们就大人出去干活了 都方便多了 对啊 以前没有幼儿园 原来没有 这是什么呀 轻轻 世代生活在船上 渔民们的连家船相聚而搏 被称为船帮 我们是渔民 我公公 他是地道的渔民 是微香湖船帮的后代 曾经的船帮 漂泊水上 居无定所 靠大渔为舍 由于节泽而渔 污染严重 素有日出陡金美名的微山湖 面临生态失衡 穿户而过的大运河 也深受其害 一到六十年三十年一吐 六十年鸟儿鸟儿也不上次来 鱼年也很少很少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用之不绝 失之难存 作为金航大运河的黄金水道 南水北调东线的大水缸 微山湖的生态 关乎大局 为了保护一池避水 各项治理修复和保护工作 全面推进 微山县一万多户渔民 放弃往围 退渔还湖 张贵勇是个带头人 就是他四个人 第一个带头 他就等到西北美国研究 开始扒了山东里 就和放苗子人家放进去 那年还长生不倒 船帮的后代并没有离水上岸 而是加入生态渔业的行列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渔塘 从靠湖吃虎 到靠湖养湖 在这个现代化渔业养殖园里 智能养殖机器人来回穿梭 新技术新方法实现了 会养鱼到会养鱼的转变 村民们打开了生态渔业的制服之门 现在是家家户户都有鱼汤 都养殖那个磅鲜 有些那些就是母数短的那些汤 一年有英零七八十万的 一十万的 现在国内什么鱼都有 什么鱼都有东西呢 如今 这楼营翻交加的鱼村 成了旅渔打卡地 张桂勇开启了瑜伽乐 而且陈恒花也成了网红主播 你到最后养殖业的事情 也没想象能养这么好 高绿游业 咱也没想象这么快能发展到这个程度 真是我心里太大了 太高兴了 美丽浮绕的卫山湖 好呀好地方 街头灵游王子灭 漫不合花香 四个碧哩大鲤鱼 它冬川喜有座 现在一儿一女了 孩子也大了 公公婆婆对我也好 不过气手 劳工也疼我 一家人开冬家了 感觉挺好的 以自然之道 养万物之声 得到的回报是慷慨的 自鸟类中的大熊猫青头前鸭 惊险微山湖 到现在 湖渠生物多样性得到全面恢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诗章 沿着运河流向远方 运河对我来说就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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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万只运粮的船只 我经常站在河边想象 那该有多壮观啊 徐文珍今年十岁 他的爸爸老徐 今年四十七岁 他们眼前的这条河 两千多岁 父子俩是这条河的河长 老徐是退伍军人 2003年从部队回村后 护河成了他的责任 二十年来 护河也成了他的肌肉记忆 运河流经管桃 与有些野性的张河相遇 汇流成为魏运河 蜿蜒曲折的地形 让运河一改翩翩君子的儒雅 时常出现险情 情况特别紧急 当时就是一天还下着雨 怎么办 召集我们突击队 这二十来个小伙子 就是用的什么 就用那个铁锹 装上那个泥沙 就是从那个大地上 一步步全部背下去的 就干了一晚上 堵住了险情 护下了百姓 在村民心中 老徐就是河的守护神 而在老徐心里 这份守护是责任的接力 战友在98年抗风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败了 所以说咱们活着的人 不应该记得这些 应该踩着他们的脚趾 继续往前行 前行也是中国治水的脚步 2017年6月 河掌制被写入水污染防治法 如今 中国有各级河护掌120亿万人 每桥河流 每个湖泊 都有人守护 你们知道吗 我家门口的河边 还曾经来过几个西客 是白鹿 以前我只在电视里看到过 心所护念 饶意山河 碧水轻波映照出的 是中国治水的智慧 爸爸把大多数的经历 给了这条大河 有时候我会嫉妒 但是现在明白了 爸爸做的是很酷 球星的时代 河河也被科技赋能 通过智慧巡河系统 老徐可以用手机实时监控 并上传照片 供专家分析 打开这个系统以后 咱们就开始巡河 把他们的位置定住了 这些显观的一种照片 你看 这个你看 然后就可以拍了 对 拍了以后就可以上传 水利工程师陈飞 此刻就收到了 河掌老徐上传的巡河图片 看到运河水势平稳 水量丰沛 陈飞倍感欣慰 因为这个大运河 出现干涸断流 根源就在于水 缺水 如何把水调过来 就成为了复苏大运河 实现贯通的一个根本 和关键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统筹调度了 南水北调 东线的引江水 还有这个攀装引黄的 引黄水 还有这个当地水库 像越城水库的这个蓄水 还有密云水库的蓄水 官厅水库的蓄水 这几个水源呢 来共同保证 大运河全线油水 以后呢 也力争的每年都要实现 金航大运河贯通 贯通补水 是水利专家们共同努力的大工厂 2023年4月4日 金航大运河再次实现 全线水流贯通 之前就是 如果没有到现场来看的话 真的没有想象到 变化有这么大 河里面的这个水 是吧 这么轻 然后呢 岸边呢 会变得这么绿 然后这个沿岸的老百姓呢 会分享这个河流的 带来的这种变化 它的水质 基本上达到三类水质 就实现了这种 河畅 水清 泛绿 景美 这么一个综合的治理效果 善治国者 必先治水 如今 系统完备 安全可靠 集约高效 绿色智能 循环通畅 调控有序的国家水网 正在加快构建 众多的河湖守护者 正在以水为末 在神州大地上 画出新的山河 这种美好的这种环境 也是我们水利人 实质不渝的这种 使命和追求 赶好小河上 包好在那 无银河 队长这个官 你觉得怎么样 辛苦 太辛苦了 工资不多 干的活还太辛苦 但是有意义吗 有意义 还有意义 随见万年几发星空 满天夜入宙 发光剑阴交错 而我强处入龙 乾坤寒冬 一江湖 请不吝点赞 者 阿平 爷爷 杨柳青的年画颜色有多少种 年画的颜色有100多种 为什么有那么多种 因为每一种颜色 都是我们与美好的约定 这些鲜艳夺目的年画 和大运河量子纠缠了400多年 杨柳青年画 兴于名 胜于青 曾经借助曹运之列 水路变成了画路 南方的纸张和水彩指日可达 寓意吉祥的年画销往全国 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 是当时的圣经 除了带来财富 运河水也是邻里和睦的神奇 运河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 也见证了杨柳青年画的世代传承 为寻得这块古板 霍青有费尽心力 甚至突发心梗 经历了两次手术才转位为安 孝顺的儿子背着父亲 高价收购了这块古板 曾经的孩子我去了医院之后 住着院子他已经说 跟那边说联系这个板子 定型别乱多钱快来买了 不买他费得死在这块板子上 老艺人坚守传统 新艺人开拓革新 霍青有的儿子继承了传统记忆的同时 也拓展着年画新的载体 现在DIY的呢就是我们的条线 让孩子们亲手体验 去印刷 让学生们去彩绘 其实它是我们从 杨柳青年画的核心技术 演进来的 年画里的农民粮满仓 现代的新农人风收芒 你看它这片叶子这么翘起来看 在它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小水珠的 就说明这棵树的生长很健康 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它 吕欣 在蕴河边上种蓝莓的新农人 乡亲们亲切地叫它蓝妹妹 蓝莓适合酸性土壤环境 而天津地区是盐碱地 盐碱地里种蓝莓 在村民眼里就是天方夜谭 当时我们是把所有的后路 都给切断了 就必须要把这个事做成 说到做到 没有资金 卖掉两套房 没有经验 反复实验 经过三年的时间 这蓝嘟嘟的小可爱们 终于挂满之头 心里面有希望的时候 你那个困难 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困难 我希望我可以带着我们周边的农户 然后一起把蓝莓的产业给它做起来 灯火夜微鸣 年华里的璀璨 越然而出 点亮运河之夜 咱们挨着运河 然后包括文化底蕴也好 还有就是风景也特别好 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运河两边的灯光啊 生肯的烟火器 让运河两岸进入夜嗨模式 繁荣的夜经济 时尚的潮味道 丰富着人们八小时以外的生活 丹青百幅千般景 烈焰的河水 倒映着城市的繁华与活力 市井长卷 巨龙来是烟火 摊开来是人间 历史上呢 运河融合了文化 带来了繁荣 现如今呢 我们也以运河为纽带 去创造新的精彩 大运河是流淌千年的诗和远方 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我们这个草原码头国风市集活动的 一些节目升级 可以邀请一下那个大运河传奇的作者 请我们这种京剧表演艺术家 歌舞剧运河非常好 即将举办国风市集的地方叫曹运码头 这里从商国云集翻墙林立 历史上 通州因运河而生 因码头而行 通州之名源自曹运通济之一 折叠时空 古运新风将演绎怎样的精彩 好 大家好 今天咱们到通州的标志 就是燃灯佛舍利塔 这是过去有一只塔影任通州 说的就是这个 它的绝对高度是56米高 我创作有大运河传奇 我家就住在这个大运河畔 所以我想以联化的形式 这个能够传播运河王画 让更多人了解大运河是刘文东的心愿 在他的笔下 大运河的神话传说 历史典故跃然至上 生动传神的描写 源于他发自心底的热爱 每轮美奂的大运河 我要拥抱着淋淋的涟漪 荡漾着那万州平洁 我的梦想就是要创作一千本故事 让读者能感受到 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 《大运河传奇》里写到了 四大灰斑乘印和而来 进而诞生了京剧 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京航大运河与戏曲的文化渊源 千百年来 运河之上各色西斑沉水而来 南北幽灵汇集于此 白葛蒸馏的水面成为舞台 不同地域的声腔不断吸纳融合与磨练 开启了京剧诞生的前奏 其实大家就在互相着吸收 他会看对方在表演上有哪些特长 然后他会把这些特长就加注到自己表演过程中 水路是细路 大运河不只是商贸往来之河 更是文化传承之河 燕照文化 三进文化 齐鲁文化 京楚文化和吴越文化 被这条河串珠成练 搭建起中国人风影的精神家园 在我看来 大运河是一段流动的文明史 是孕育中国戏曲的母亲河 这是北京物资学院学生排练 现代舞剧孕的现场 一群年轻人演绎了纵横百年的故事 通过不同时期四代运河人 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与运河的渊源 编织出了这样一台舞剧 一二三四五六六 二三四五六七八 非物种化遗产运河浩子 是传唱千年的运河音乐符号 传递出人与命运相搏的勇气和力量 扛在肩头的麻袋 是全家的希望 曹运 命运 家运 国运 交织成生命与运河的交响 大运河上 每个人的流动 就是中国向前的动力 人与何 共生 共荣 共兴 我宣布草运码头国风市集正式开集 富城运 朝阳运 千年的浪化 传唱着生生不息的运河中华 金区艺术也应该在新时代 汲取大运河的暴容精神 获得更好的发展 这更像是一种传承 不仅是对武剧的传承 更是对大运河文化的传承 我们正在探索运河文化的多维价值 让运河文化混发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